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由北风网为大家提供的ASB视频教程 我是主讲老师李延辉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第16章内容管理系统2.4版 投票初步 那么这个版本我们要讲一下首页的那个一个小小模块啊 就是投票的那个小模块 我们呢这节课要讲两个两个地方 第一个是那个首页的投票的界面 第二个我们要创建一个数据库 从后台来添加和管理这个投票的这个模块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首页的投票的界面 那么这是上一个版本2.3 那么我们投票放哪呢 放这里啊 在线投票就这个小模块 那么在其他地方也是有的啊 只要把首页做好了 其他地方直接复制一下就可以了啊 好 那么这边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先升一下版本 2.4 好 在线投票 我们先把界面做起来 index 那么在这里 在线投票 在这里 对吧 好 dl 嗯 看看该怎么搞 dt放标题 比如说我们这个要做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这是write classwrite 对吧 这边再来个class吧 售票 我 好 我们要来一个 比如说 您最喜欢的动漫女主角 对吧 大家都感兴趣 要找感兴趣的 主角 当然我也感兴趣 主角 哎 行了 你最喜欢的动漫女主角 对吧 然后呢 下面应该出现四个选项 比如说我们想几个 海贼王弄两个吧 比如说 尼克 罗宾 诶 字不回答了 罗宾 好 尼克罗宾 还有纳美 是吧 纳 纳美 再想两个 还有在哪边可以想两个 死神里面再想一个吧 有个叫乱局的 对不对 菊花 一旦菊 还有一个叫 还有个 我们想想 随便想一个 小银吧 小银是哪边的 记不得了 就这四个 好 四个做好之后呢 给他做一个投票 好 我们来看 做一下见面 做一下见面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再做一个 滴滴 那么做两个按钮 第一个按钮 input text submit 是投票 给他加个value 投票 第二个是一个普通的按钮 这个叫做button 然后呢 给他起个名字 这边这边就要做两个字的 无所谓 这边叫做查看 查看什么呢 看他们的投票条 不是很多投票有长条吗 对吧 百分比条 好 好 这个到时候再说 好 现在做一下布局排版 打开 submit 打开这个css write下面的 void write dl.t 这个其实问题都不大 先做个pading 看一下 你最喜欢的女主角 然后d dt 12吧 加粗 其他的就不容易变了 加粗 那么dd呢 dd当然也是12 其他的先不调 这样子可以了 那么dd dd下面还要做一个button 上右下左 上右下左 下边控十个 左边控零个 这样你最喜欢的女主角 好 那么 这边的话 我们之前还要给他做一个 input text radio 给他起个名字 xwit wit 像 好 复制 复制 这个地方 没有 这个地方是没有首选的 这样就可以了 好 不许像 好 必须点了才行 你想点这个的话 你要做css 我们就不做了 我们就 就是label 就是做标签 标签 我们不做了 一个意思 好 那么现在我现在不想让四个在一起 我想两个在一起 或者 四个在一起是可以的 比较好循环 两个在一起 你要做什么 要做font 要做 要这么做 但是这边要调的 要这么去调 要把这个长度都调整 调到你就是满意的那个地方 我们就不做这个了 不麻烦 因为你做了这个浮动的话 下面这个也浮动了 你要还要做个轻浮 比较麻烦一点 你就这样做 挺好 好 然后padding 上右下左 上右下左边 空10个 嗯 可以了 然后呢 上右下左 上面空 下笔也空 下面空5个 下面没空得出来 上右 搞混了 是吧 好 5个 8个 好 行了 这样的投票就有了 好 那么下面一个呢 我们看一下啊 界面就做这样就行了 这个我就不做界面了 好 界面你做好了 就是这第一个 首页界面 现在来创建数据库了 那么创建数据库的时候 我们这边要分析一下啊 要做个分析 呃 这些有几个内容呢 你数据库你要存放几个内容呢 我们写个文档啊 写一个 看 第一个 投票的话 比如说是 一个星期投一次 或者大网 每天都有小投票 对不对 让你去投票 所以说 它的数据是每天要更新的 不可能说 你做一次 永远就是这个了 所以你要做一个投票的数据库 那么投票的数据库包含哪个呢 第一个 你要有投票的标题 到的标题 那么这个是可以做一个数据库 表示一个数据库 表 那么第二个是投票的项 那么 这个也可以表示 表示一个数据库表 那么 现在的问题说 是做两个表呢 还是做一个表呢 其实都可以啊 我们这边为了节约资源 我们就做一个表 怎么做呢 其实跟一二级分类是一个道理 一个道理 只要你的那个跟它关联就可以了 跟它关联就可以了 好 我们来做第二个 看 我们到数据库里 打开 创建一个章表 好 第一个老规矩 CMS ID 自动编号 投票表的ID 好 投票表的ID 然后呢 名称 名称就叫name 好 那么这个呢 给它来一个 文本 叫做 投票 呃 这边给它字的话 字段大小 我们说个100啊 说个双倍的 投票名称 或者 投票项 的名称 好 投票的名称 好 获得投票项的名称 对吧 都是这个字段 好 下一个 他们的投票的 有投票项 当然有投票数量了 对不对 投票数量 那么这边我们用数字 默认是0 对不对 投票 投票量 那么还有一个是 区别 就是 这样子吧 等级 对吧 也是数字 用side吧 好 这个 默认为0 表示 投票名称 呃 不为0 表示 投票项 对吧 来证明它到底是不是 投票项 还是投票名称 那么最后一个 好 最后一个是 对 就是什么 数字 日期的名称 日期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保存一下 表的名称 我们 cms way 第一个做组件 OK 可以了 好 双击打开它 打开它 四个就有了 对吧 好 现在我们要通过数据库 去新增它 你必须 你必须 我们这个要从数据库里出来 并不是说 我们在这边自己去打转了 我只是做个界面 我要从数据库里 拿出这个数据 来写出出来 那么现在你要进入后台 看 Admin Admin 1234564745 好 点进去之后 我们点击 我们这个内容先做这么多 当然还有一些 要等最后全部做完 就是静态的问题 这个先不管 好 我们现在先找到这个Admin下面的 Left Saba 找一下Saba在哪里 往哪里去了 这边 好 这边我们做一个 再做一个 复制一个 这边我们写一个叫做常规 常规操作 这边叫投票管理 投票管理 删掉两个 好 看第一个叫做 第一个就应该叫做发表 这个应该叫做 写个什么名字呢 叫投票管理吧 投票名管理 投票 名称 投票名称管理 需要投票管理 投票名称 名称吧 然后这边给它起个名字 叫 Name 行 好 投票名称点一下 我们新建个这个页面 保存一下 12 保存 保存的2.4的 admin里面 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复制一下一些 基本格式 好 现在我们点一下 我们来继续来看一下 点击投票 是的 那么这边呢 这张页面呢 我们将显示出所有的投票的名称 以及它的一些名称 好 现在是这样子的 现在这个数据库里还没有任何的什么 现在还没有任何的名称 是空的 是空的 那么所以呢 我们先做第一个东西 先做第一个啊 先做一个text 叫做 添加名称 添加名称 所谓的名称就是我们前台的 就是前台的这句话 叫你最喜欢的动漫女主角 那么就是这句话 就要添加名称 添加名称之后呢 我们做个超链接 把它链接了 dmi white name.add.sp 好 可以了 好 点击添加名称 这张页面 那么这张页面呢 我们复制一下 粘贴 把它给做一下 add 粘贴 好 这个地方我们就听到名称了 好 我们这边写一个da 慢慢给它做一个id吧 叫做 white add 就这样 d 就这样 请添加一个投票的标题 请添加一个投票的标题 然后下面dd就这么写 input text 好 给它取名字 white name 好 white name就是投票的标题 再来一个 input type submit name等于set 发送 然后呢 我也来给它 value value 给它来一个叫做 添加 对吧 添加 我们看看 点击投票名称 点击添加名称 有了 请添加一个投票名称 好 我们这个去写一下样式 稍微写一写 staleadme 写在下面 dl-号 这边已经写了这个了是吧 应该有的 我们这边没有引路进来吗 叫adme adme 这个地方也是adme 写错了 css 这样就对了 点击添加名称 请添加一个好 这个写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写这边的样式 measure 20px ok 点一下 好 把这个添加放到后面 稍微好看一点啊 空一个放后面 空一个放后面 重新载录啊 没用 点击一下添加 好 请添加一个标题的名称 那么一点添加就有了 好 现在我们开始添加了啊 一点添加 我执行这边 首先第一句话 先拿到这句话来 该删的我删掉 呃 关掉我关掉 好 我拿到后台随便拿一张页面了啊 还有是什么呢 还有这张页面也要 好 做个判断 如果 这边少写个缝 好 传给自己就行了啊 默认就传给自己 我们这边写明白一点 比较好 adme wait name addd.asp 好 那么 有几个地方是管理员是不能来的 JBK这句话拿到 呃 不是非管理员不能来啊 最当页面要 这张页面也要 好 下面写这句话 嗯 如果request 好 成功 好 成功好 有了成功两个字 说明已经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了 然后里面我们就开始真正添加了 那么添加的话其实很简单 这边又要 又是老生常谈的东西啊 我们要添加 我们要添加几个几个内容呢 第一个要添加一下名字 第一个要添加一下名字就是 what name cms what name 好 然后code不要添加 set不要添加 对吧 因为添加的是标题嘛 都不要添加 还有一个就是添加的是cms date 那么后面 now就是那个date 前面呢 加一个逗号 加个单引号 双引号 连接符 我直接就不做变量了 不做接收变量了 直接是request 点form 或号 双引号 好 那么就是这个 我的name拿过来 好 就可以了 好 然后呢 去执行一下 好 sql 然后呢 sql关闭掉 就是call cms 是这么写的吧 我们看一下 长时间记不得了 close cms 好 写反了 好 好 那么这样子就完毕了 完毕之后呢 这个 告诉他我添加成功了 弹出一个对话框 对话框 添加成功 跳到哪个页面啊 admin wet name.nsp ok 现在呢 我要添加一个内容 叫做 叫做你最喜欢的女主角 再加个冒号啊 你最喜欢的女主角 加个冒号 我点一下添加 添加成功 跳到这边来 跳到这边来之后呢 我们来看 看数据库里面去 好 你最喜欢的你最喜欢的动漫女主角 是100 时间有了啊 成功了 好 成功了之后呢 我们再多添加几个 你 您最喜 最喜欢的动漫男主角 对吧 男主角 好 再添加 你最喜欢的港台啊 港台女歌手 对吧 经常使用的 好 那么再来一个 你最喜欢的港台男歌手 好 确定 ok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数据库 好 就已经有了 对吧 四个内容 四个标题下 他们这边都是零 都是零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要将做像了啊 就是放到下节课来做 放到下节课来做 做到同时呢 我们在前台也要把它显示出来 那么这节课两个内容很少啊 就把它做到这边啊 做个开头 最后呢 感谢收看本字教程 本课程是由北风网提供 爱北风.com 本次的主要是李延辉 我的邮件 yc60.com 精妙.com的博客 嗨百度.com 李延辉 谢谢大家 再见